鸡蛋从外打破是食物 从内打破是生命 才怪 从内打破也不是还是食物 大家好我是Deddy 今天要讲一个把你的女神当作Pokemon来抓的故事 故事开始 在一个雷雨交配的晚上 男主角想要了 咱尼呢 突然间导演打倒带 将剧情带回到几天前 男主角是一名学渣 每次考试都拿最后一名 所以时常被一位叫Mr.Core的老师针对 今天是高考的测验 女主角突然扑托听 他要帮赛 但是又不好意思说 于是男主角就建议勇为的告诉了Mr.Core 他要帮赛 Mr.Core批准了 女主角就含羞大大的去上厕所 此时男主角也觉得无聊 自己也向Mr.Core申请出去上厕所 出去时 男主角看见了奇怪的一幕 那就是眼镜男在偷看女同学的大腿啊 仔细的一看 周围的女同学们都把答案写在私密处上 想尽办法帮眼镜男作弊 而且他还发现了他们的手上 有着一个奇怪的倒数表 然后他就不以为然的走开了 他走到校园的走廊 哇 他看见一只火鸟啊 哦 他是在玩Pokemon Go 男主角开始向火鸟丢球 丢着丢着 火鸟飞进了女厕所 不用我讲啦 这个时候女主角就出场了 女主角大喊了一声 可是男主角没理会他 还要他安静 接着男主角就把球一抛 咦 女主角被抓进Pokemon Ball了 还变成了一粒蛋 男主角立刻把蛋拿了起来 接着就飞脚车回家 回到家时 蛋越变越大 然后女主角就跳了出来 身体还湿大大的 吓着男主角一个惊慌失敬 还湿大大的称呼男主角主人 男主角以为女主角在戏弄他 于是他将女主角带到洗手间 没想到 女主角真的把衣服脱了 他想要了 可是有色性没色胆啊 What the 他看见女主角手上也出现了倒数表 让他回想起之前那些女同学 手上也有这个东西 哦 他好像明白了这个游戏 原来是可以抓人的 男主角将女主角送回学校 眼镜男走了过来 打散女主角却被拒绝了 他开始死残难打 男主角活了 要眼镜男滚回去 这时Mr.Core来到 才停止了这场风波 考试时 女主角手上的倒数表 时间完了 他的态度来了一个720度的转变 这时男主角才知道 原来这个抓人游戏 还有时间限制的 男主角跟踪眼镜男 来到了一个实验室 哇 里面有很多力弹啊 原来眼镜男是靠这些 才考到第一的 男主角劝眼镜男 不要这样 考第一 要靠自己 不可以用旁门左道啊 可是眼镜男不听 两人打起架来 Mr.Core刚好经过 男主角将事情 一五一十的告诉了老四男 可是Mr.Core不信啊 还大骂了男主角一顿 没办法啦 谁叫他是学渣啊 自古以来 成绩定人品 成绩差就是错 放学时 男主角又遇到了女主角 女主角劝他 不要再玩游戏了 好好的读书吧 做个有用的人 男主角不听啊 还在玩Pokemon GO 接着一个不小心 又将女主角抓了起来 晚上男主角上网查了查 这游戏的背景 可是什么都查不到 他向女主角倾诉了一番后 就进了洗手间 突然间 他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那就是抓自己的影子 哇 没想到 真的成功了 于是 他就吩咐自己的影子 替他去上课 还要他去拿第一名 隔天学校出事了 班上考第一名的同学 不知被谁 搞得抽筋式的 丢弃在垃圾桶里面 大家都看这男主角 都以为是他做的 因为这些 都只有成绩差的人会做而已 校方报了警处理 男主角觉得很委屈啊 他立刻去找严静男 他认为这件事 一定和他有关 严静男否认了 还表明 自己只是想利用同学 拿到好成绩而已 并不想伤害他们 而另一边 警察通过CCTV调查 看到伤害同学的 竟然是男主角啊 正当警察要抓到男主角时 严静男出现了 他将警察们都变成了蛋 严静男会帮男主角 是有目的的 他发现男主角家里 有几张班上前几名同学的照片 现在第一名已经遭遇不测 所以第二名的女主角 和第三名的他 应该会有危险 男主角也将事情来龙去脉 告诉严静男 那个行凶的人 是他的影子 于是两人打算连锁对付影子 可惜很不幸的 严静男被影子变成了蛋 男主角找到了影子 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影子回答说 他只是跟着男主角的吩咐去做而已 哦 原来他想让男主角当上第一名啊 所以除去前面排名的同学 是最快的方法 男主角要影子停止这些活动 可惜他不停啊 一番追逐后 他们来到女主角的家 影子还将男主角给打晕了 就在这时 女主角刚好回到 哇 刚打这嘴巴拉嘴 影子将女主角绑了起来 然后就来到了故事开始的画面 哦 原来影子是男主角的黑暗的一面 人格分裂的概念吧 就在女主角被杀的时候 男主角赶来了 男主角想要把影子抓回去 但是失败了 接着两人打了起来 紧急关头之时 女主角挣脱了绳子 然后拿起男主角的手机 就把他们两个一起抓了 故事结束 才怪 男主角从当里出来后 整个人改变了 从学诈 变成了全校第二名 男主角在台上讲了一番话 才让我觉得 没有白白观看了这个电影一个小时 大概就是说 他非常讨厌学习 因为学习改变是很不舒服的 他怕付出以后没回报 直到有一天 现实被逼到绝境时 他才开始学习改变 过后才发现成长的痛苦 远远好过后悔的痛苦 他也奉劝大家 不要狗眼看人地 因为成绩并不是一切 最后他还送大家一句 当你坠落到最低的时候 也正是你开始起飞的时候 当然 他也没忘记 向女主角表白 故事结束 看完这故事 我们明白 只要你坚持一直坚持下去 总有一天 你一定会达到自己要的目标的 好吧 我决定 今天开始坚持每个礼拜 去买一次的的 拜拜 拜拜